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木特前线 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血债仍在继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现在是时候加大乌克兰必要弹药生产 另一方面 莫斯科宣布增加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 冯德莱恩在莫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补充道 他相信在涉及欧洲联合国防采购计划时 欧盟对乌克兰获得更多弹药的共同利益 将胜过个别国家的利益 他强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表达了普京的帝国计划 这是不可接受的 也是对联合国宪章不尊重之举 至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他在莫尼黑安全会议上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乌克兰战争中获胜了后果 发出了警告 他表示 普京如果他在乌克兰获胜 这将是对他和其他同盟的一个信息 即他们可以诉诸暴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 他补充道 不存在后悔的余地 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克里姆林宫想要一个不同的欧洲 即俄罗斯能够控制其邻国 另一方面 国有军货公司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负责人 谢尔盖切梅佐夫表示 俄罗斯国防工业大幅增加了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产量 俄罗斯电视台援引切梅佐夫的话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 俄罗斯将国防工业各个领域的产量提高了50倍 他解释称 特别是弹药厂极大增加了产量 然而 俄罗斯军事博主的最新报道提到 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部队 面临着弹药短缺的问题 切梅佐夫表示 俄罗斯将在2023年年底 生产300架新型作战直升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